Hello 大家好 澳門航空近日疑似出現關公災難 原因是近日澳航向在本地工作外勞推出優惠機票 引起部分本地網民不滿 認為澳航優待外勞 反而未有給予本地人同等待遇 原因是澳門航空近日推出藍卡外固隨心非優惠活動 根據澳航活動專業資料顯示 有關優惠適用於持有有效外地固原身份認別證 並已完成身份認證的用戶 優惠包括澳門出發、任選國內和東南亞航線的來回機票 用戶可享有最高9折的值減票價 額外增加10公斤行李額 以及同艙等免費改期 而且不限次數 不過退票仍然需要收取手續費 有本地網民在星期六轉發澳航優惠活動 並評論指澳門人就給證價 藍卡有9折 還要多10公斤行李費 以及可以免費改期 不少網民對澳航優惠感到怒怒 指澳航身為企業 帶頭搞逐內歧視製造分化 質疑做外勞好過澳門人 未有向澳門居民提供專屬優惠 揚言即使是土生賭長 都要霸答 又指澳航應該改名 不要叫澳門航空 亦有網民借機表達對澳航不滿 例如指澳航不時取消航班 或已經訂好機位 又有網民指澳航廉價航空服務 但是亞聯遊航空的價錢 寧願過香港或珠海坐飛機 都不會坐澳航 現在人認為外勞對本有一定貢獻 向他們提供優惠又無可口非 但做法有點肉酸 翻查資料 澳航目前正面向學生提供同類優惠活動 澳航曾在2017年推出過藍卡特價機票 不過當時機票不可改期或退票 另外過去亞洲航空 亦曾向福利賓外僱提供價格及行李費優惠 不過過去反而是本地兩家海上客運營運商 曾向澳門居民推出專屬優惠 網民今次對澳航反應如此激烈 相信由於即使澳門航空 是中國內地三大國有航空公司之一 但公司仍然以澳門為名 以澳門為基地 應該更好回歸本地居民才對 網民有這樣的意見 不知澳航會否回應 或過多久才回應呢? 好,這集就看到先 現在相當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